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剑惠的强强对决 观察方式 调游岛 观察方式 谁请怀疑啊 不搁这一天天 跟珍宝哥打完 跟鱼道打 跟鱼道打完 跟渠夫打 跟渠夫打完 跟雪山打 这个剑惠 机分太高了 也不是啥好事啊 这这这进跟豪门打 累啊 太累了 双方啊 都是上的这么一套 盘斯武装 宙师普陀的阵容啊 不同的是 观察方带的神木 对战方带的是 现在比较主流的魔王寨 空阵 大阴阵 虎哥那边是有一把 大克在手里的 那遇到这边 打的也是比较的暴力啊 直接开场第一回合 就冲着对面的魔王去了 但是虎哥这个魔王 好像 防御加的 比较高 这前排的善恶 有点敲不太动啊 凌智术 观察方 现在是 风系的一次速 对战方是一个 二三速啊 一次打二三的话 大差不差 一速这边 稍微占点优势吧 流云 再補给盆斯 前期都是流云凝智啊 先抢速度 再扔凝智啊 最后扔了一大圈下来 双方的速度 其实都没变 但这个特技 你又不能 没有 来各种善暴 神优 虎哥那边 还是选择了自己 比较擅长的 壁垒开场 还是同样的原因啊 就是手里的善恶不多 虎哥那边 大概一个团队 是有七八个善恶吧 七八个善恶的话 确实是 没办法 在这种阵容之下 开场去用 前击 打不出效果 也就慢慢被别人清掉 你后边还是得避雷 还是用避雷 其实一样的 哎呦 这善暴 卖了吧 罗汉 盖起来 现在虎哥那边 是有风系的 一三速了 水风呀 各种水风啊 效力藏刀 虎哥单秒魔王 虎哥最近看了几场比赛 老是选择一个 单秒的方式去玩 如果风系速度 是一个一三打二四的话 那就是纯优势 纯优势 那怪强风宝宝 再神又一个 再善暴 再善暴 打不出几个恶暴来 真的是打不出几个恶暴来 再水风 寒起萌萌 你不会又水风了吧 进去 哎呦喂 好不容易 拿这么几回合速度啊 这是一个也分不着 一位杜江加起来 关键黄继续打电脑 电魂闪 看看能不能把电脑悟性去掉 电脑悟性是可以被去掉的 可以被去掉 这个时候一把金轻 金箍中也白玩 队长黄开启了自己的 三秒之路啊 关键黄继续善暴 这善恶轻 轻法房是真轻不动啊 哎 又神又 来又善暴 又打不动 双方给这磨豆腐呢吧 这个时候 猴哥那边的速度已经丢掉了啊 队长黄拉起了速度圈 所以猴哥那边现在也得把速度圈拉起来 看一下武装怪的防御怎么样 对面魔王的防御确实高啊 躲掉 三抽四千切 除法连一千切 一半的血下去了 一千九 好像可以啊 武装敲得动 全是恶爆了 这一波 但是没啥掉 灯 三百多的灯 武装敬给上 一把金轻 躲掉 又躲掉了 静疗给上 那武装这一回合是没了 啊 队长黄选择了一把醍醐 宝宝宝能卡药了 宝宝可以卡上这把药 法方宝宝得上 贴下保护 两个法方都能卡大金 啊 卡上大金对面 武装罐就不一定死 来 两个大金 都快满血了 啊 问题不大 再来一把金 金 猴哥这波操作流畅 扛下来 死千 再来一个 这愤怒估计又快够了吧 这愤怒好像又来了啊 没套中 花生死 对两方再起个混远赛 可能奋怒还是差一点点继续躲避啊 混远方又是一把金 轻 打了半天 怎么感觉 跟开场没什么区别 好像是没什么区别啊 哎 对着风 卡了个武龙 继续防止观察皇这边的禁疗 毕竟观察皇有神木啊 对面就是 哪怕卡了武龙 但观察皇肯定也会打开的 哎呦 愣是吧 要把这个武装给弄死呀 这套阵容就这样 就有的时候节奏起不来 就且得耗 就看不见场上有任何的变化 但是一旦节奏起来呢 就是又特别的快 就可能瞬间有一方就崩盘了 就瞬间 没几回合 可能十来回合 七八回合 就崩了 节奏起不来的时候 那可能打个四五十回合 双方还搁这耗着 这套阵容就这样 容错率比较高 你出现一些错误 也可以及时去挽救啊 毕竟两个 妥妥加法生死 这么两个辅助 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咒识不妥 这辅助能力很强的 它可不是单纯的一个输出 继续开始散包 这好像打了半天 怎么又回去了 两把封印 中了一个 中一个也可以了 这盘司又水风了 我也靠 武装那边 现在药性比较高 就是砍药的话 效果会比较的差 继续躲避 这颠倒五星 太香了 猴哥实在不行 也打一打颠倒五星吧 多香啊 秦三迭 关长方 在针对宙石普陀 发现 魔王弄不死 武装守不住 那再换个目标 报个神药 在针对对面的宙石普陀 宙石普陀的防御 也比较的高 善恶稍微有些拍不动 出暴击才打了一千四 又没风中 有静疗 有静疗的话 这口血还不好加 没活胜 盘司是金轻了吗 盘司是金轻的 被效忠了 所以宙石普陀 这把静疗没有解掉 那这样下回合 宙石普陀直接没了 宙石普陀没了 不用下回合 这回合就没了 武装身上还有个大死亡 你说这玩意儿 一个 少半血的武装官 哎呀 不是少半血了 武装官直接死了 我没看错的话 虎哥是收起了宝宝 这崩了呀 直接 瞬间崩盘 前面打得好好的 武装重大死亡倒地 盘司被静疗杀掉以后 就是笑了一把金轻 虎哥那边直接就崩了 要不说这套车 有的是就是这样 要不是打不开局面 要不然就是崩盘瞬间崩 那冠战皇可以直接换地厅了 把地厅也换 不过那边还想秀一把 无穷大 看这个样子解开了魔王 是想找机会秀一下 无穷大 有魔有 没有 那也是虎哥那边最后的一个倔强 这整天碰这些顶级好门 虎哥打着也费劲 主要是虎哥 其实虎哥这个团队 人家胜率不差 你要知道 他胜率如果差 他的机分不会这么高的 只不过呢 有些人他故意做虎哥输的比赛 比如说 有个主播叫个什么某胖 不太合适 也不是啊 我做虎哥赢的比赛也挺多的 其实 就是赢无情的 赢兄弟的呀 咱也都做 之前赢过西大老街的 秦云楼的 还有生日快乐 咱也都做 我也是老做虎哥赢的比赛 做的 我做的 我可不是故意找虎哥输的 这虎哥遇上好门 没办法 这打不赢 很正常 很正常 拜拜